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這一節介紹一下電子組態 那所謂電子組態就是說第一個 我把這個原子中電子占有詭域 那把這個原子占有詭域的分佈方式把它寫出來 就所謂的電子組態 那我們在填入電子組態的時候有三個最主要的原則 三個最主要的原則要記起來 第一個呢我們把電子填到原子詭域 要從低能階開始填 那低能階滿了 原則上是低能階滿了再填到比較高的能階 那這個第一個叫遞鍵原理 或者是叫構築原理 然後呢所以你要知道這個能階由低到高的順序要記好 那我們上一節有學過說 你就把它記7句話 就1S然後第二句話就2S2P 第三3S3P 那第四就434 4S3D4P 然後第五句話545 5S4D5P 第六句話6456 6S4F5D6P 第七句話7567 這記好 然後呢 你在填入電子的時候 鬼域滿了 比方說我先填1S 1S滿了才能填到2S 那2S填滿了才能填到2P 以此類推 這第一個叫做遞鍵原理 那第二叫包力不相容 包力不相容原理是說呢 這一個鬼域只能夠容納兩個電子 而且這兩個電子的自旋方向要相反 然後呢 然後呢 也就是說第一個 在同一個原子中的兩個 任意兩個電子 他們的這四個量子數 一定不可以完全相同 這什麼意思 比方說我們知道 要描述一個鬼域 比方說描述ES鬼域 那就需要有三個參數對不對 那三個呢 ES主量子數1 那腳量子數就是0 然後這個持量子數呢 也是0 然後這個自旋量 抱歉 前面這三個 前面這三個呢 就表示ES鬼域100 但是呢 這ES鬼域裡面的電子 它可以有兩種自旋方向 可能是正二分之一 或者是負二分之一 所以ES鬼域裡面的兩個電子 它就是這樣 100 然後正二分之一 跟負二分之一 那這個 包力不相容原理說 這個 同一個原子中的兩個電子 不可能有兩個電子的 四個量子數完全相同 因為縱使前面三個 像同一個鬼域 前面三個量子數會相同 但是最後一個 自旋量子數 一定不可以相同 所以一個正二分之一 一個負二分之一 那就是說它自旋方向要相反 所以這第一個 然後呢 因為一個鬼域 只能夠容納兩個電子 所以S鬼域呢 只能夠容納兩個 沒有問題 那P鬼域因為有三個 所以可以容納六個電子 那第一鬼域因為有五個 所以可以容納十個電子 好這第二 第三個 宏德定則 宏德定則 宏德定則是說 如果有好幾個電子 只要填入同能階 的同型鬼域 你比方說 PSP鬼域有三個 PSPYPZ 那它的能階都一樣 那我如果有電子 要填進來的時候 那都先填到不同方向的鬼域 然後不要乘 用相同的自旋方向 進入不同方向的鬼域 然後先不要乘對 等每一個鬼域都有電子之後 才可以有自旋方向相反的電子 進入而成 對喔 那我們來舉個例子喔 舉例子 比方說我現在有六個電子 六個電子呢 然後我現在能階 就1S填管再填2S 2S填管再填2P 所以能階 我現在由低到高排列喔 好那所以六個電子 那1S鬼域填兩個 自旋方向相反的兩個電子 好這第一個 兩個電子 然後再往上 再填2S 再填兩個自旋方向相反 那這樣已經填了四個 那還有兩個 那還有兩個電子呢 那現在這裡有三個 能階相同的P鬼域喔 那我就怎樣呢喔 欸 就是用相同的自旋方向進來 相同的自旋方向進來 所以可以用 比方說都自旋向上 然後呢 這三個認取兩個填進來 就變這樣喔 那這三個認取兩個 也不一定要是 剛剛老師說的 這個也可以畫這樣子喔 也可以畫這樣子喔 認取兩個都可以 認取兩個都可以 用相同的自旋方向 然後呢 呃 然後就是先不要沉對喔 先相同的自旋方向 然後呢 進入同能界的鬼域 先不要沉對喔 那等 呃大家都有一個電子之後 才允許喔 呃自旋方向相反的電子進來喔 好這個是 這一個 宏德定者喔 好 那 我們就開始來填一下 我們的電子主態喔 你比方說輕 輕 那輕呢 有一個電子喔 那你我們呢 這個能界最低的鬼域 當然就是 1s開始 當然是1s開始 那所以 1s 然後1s鬼域 然後呢 右上角就是 1 右上角就表示電子的數量 然後 然後嗨 原子序2 所以 嗨呢 就是1s 然後呢 兩個電子 所以寫1s2 那這個你注意一下喔 老師把它寫在這裡喔 這個是鬼域的名稱喔 鬼域的名稱喔 然後右上角呢 註記什麼電子的數量喔 那一個鬼域最多兩個電子喔 所以嗨呢 就寫1s2喔 然後呢 再以此類推 比方說我要寫 呃 禮 3號 所以呢 1s 鬼域填兩個 填滿了再往上填2s 2s呢 再填一個 總共3個 然後呢 這個你可以參考一下剛剛這裡喔 這個1s 那比方說我現在要填3號 LI3 假設我現在填3號 那3號呢 就怎樣了喔 1s填兩個喔 自旋方向相反的兩個 好 然後2s再填一個 填到2s鬼域喔 所以LI3的表示法就是 1s兩個 所以這個第一個1就是說它 1s鬼域喔 然後右上角就是電子的數量 電子的數量2 然後呢 2s 再往上寫2s 2s再填一個 所以2s1 這個右上角就是電子的數量 然後呢 通常為了 因為後來電子的數量越來越多的時候 為了方便起見喔 為了比較好寫 通常我們會這樣寫喔 這個LI呢 也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因為1s2是HIGH的電子組態喔 所以會寫H1 然後再寫2s1 2s1 好 以此類推喔 那你比方說P4號 4號 那P的話 當然就是4個電子 所以1s填兩個 那2s再填兩個 所以2s呢 再填兩個 就可以自旋方向相反 然後成對喔 所以P的電子組態 我們就可以寫H1中掛號 好 然後呢 2s2 那再往上 往上喔 鵬 鵬有5個電子喔 那一直類推喔 那就是 1s填兩個 2s再填兩個 4個喔 然後2p再填一個 啊你注意這2p 這三個詭譽 PS PYPZ 這三個的能界是一樣的喔 所以呢我就 就呃這 第五個電子呢 就三個呢 認取一個填進去喔 認取一個 然後呢 自旋方向都可以喔 向上向下都可以 所以它的電子 主台就是H1 然後呢 2s兩個 2p一個 2p一個 然後呢 這一個呢喔 這 這三個詭譽認取一個 自旋方向 向上向下都可以 這是鵬 然後碳喔 六個電子 就剛剛我們解 我們的例子 六個電子喔 那六個電子的話 六個電子喔 六個電子的話怎麼辦呢 那就是 1s 兩個 2 1s兩個 2s兩個 2p也兩個 那2p這三個詭譽就 認取兩個 進來 而且但是自旋方向又相同 自旋方向又相同 所以碳的電子主台就是 嗨 然後2s2 2p2 然後更更精確的講喔 通常更精確的話 我就會寫 he 然後呢 2s2 然後 因為有兩個 所以這 2 2ps 一個 2py一個 那這個 也不一定是ps跟py 反正這三個你就認取兩個 然後用相同的自旋方向進來 但是這個自旋方向你在電子主台這裡看不出來 如果用畫的才看得出來 用相同的自旋方向進來 這個碳 然後 以此類推喔 比方說我現在填蛋原子 7號 那7號的話是這樣 1s兩個 2s兩個 然後2p三個 2p三個 所以呢 也是一樣喔 用相同的自旋方向進來先不要乘對 所以蛋原子的話它的電子排列就是 h 2s2 2p三個 2p三個 2ps一個 2py一個 2pz一個 那這三個呢 你可以把它直接寫成2p3 如果沒有特殊特別要求 就直接寫2p3就可以喔 然後接著再往下喔 那歐8 歐8呢 就是8個電子喔 所以 1s兩個 2s兩個 這樣4個喔 2p四個 1 2 3 那因為它的p軌域要有4個電子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 因為每一個軌域都有一個電子喔 所以呢 呃 如果每個軌道一個電子的時候 就可以允許喔 自旋方向不同的電子進入而乘對喔 所以這個歐8呢 它就可以有人有乘對了 歐8就可以這樣畫喔 所以 he 2s2 2ps2 2pye 2pze 好 然後呢 for for的話呢 再多填一個啊 所以high 2s2 2py2 2pze 然後最後奶 奶呢 就是再多填一個 剛好把2p軌域填滿 隨便2s2 2px2 2py2 2pz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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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以上就是1號到10號的這個電子主胎的填法 2pv3s2pn5px2p90 平面